Yo! What's up? It's me! 加菲貓! Golfio again! Hey! Hello! What's your name? Why are you here? 小精靈! Oh! 你好! 我是Golfio! 你好! 今天小精靈... 欸! 前面怎麼有一個石頭啊? 這是要幹嘛啊? 小精靈! 好! 這是我們鑽科用的石頭 What's鑽科? 鑽科就是在石頭上 刻上我們想要的文字 Wow! 好酷喔! 所以小精靈 我聽說你今年才二十禿頭而已 你鑽科學多久了啊? 欸... 好久好久了 應該要五年了吧 嗯! 五年啦! Woo! Gosh! 那你可以跟Golfio 我這個外國來的貓 如果我對這個Chinese Seal Art 鑽科嘛 有興趣的話 我要怎麼開始呢? 因為I don't know Chinese 可是我想要科 科 科 喔! 那其實我們只要把自己想要的文字 不管是中文或英文 我們都可以把它刻在石頭上啊 Oh! Really? Wow! That's cool! 所以你會建議一個外國人不會寫Chinese 我應該是可以先刻圖案對吧? 當然沒問題啊! Woo! 像你也可以刻你自己的形狀 我家飛貓 Woo! 一直刻我的樣子也都可以 Woo! 那小精靈你可以說一下你 為什麼會開始接觸鑽科呢? 嗯...其實它是從一堂課開始 不過後來我覺得石頭它很漂亮 尤其我們當打磨完的石頭 它可以變得非常非常漂亮的光澤 所以愛上了這個石頭 也愛上了柯印章的感覺 都是這樣子的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打磨過的石頭 Oh! Yeah! 對!差不多就像這樣子 這麼亮啊? 它會變得很漂亮喔 Woo! 所以原本是這樣的石頭 打磨過後就會變得非常非常漂亮 Woo! That's awesome! Yeah! 所以我問一下啊 鑽科我要學鑽科要花很多錢嗎? 欸!其實不用喔 我們身邊有的小石頭都可以拿來鑽 Woo! 那是一般路邊什麼撿到的石頭都可以鑽啊? 也不是 我們可以去一般的舒嬅專用店 裡面它有賣可以鑽的鑽科石頭 然後配上刀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鑽出自己想要的東西了 所以買媽媽的廚房刀 I can lose your heart? Yeah! You can try! Oh! Really? Yes! Wow! 那不用什麼特別的工具啊 就只要... 其實我們鑽科 常用的是瓶口刀 Oh! 瓶口刀啊 不是什麼西瓜刀菜刀喔 其實不是西瓜刀也不是斧頭唷 Oh! 那比如說你會給我一個外國人初學者的建議 我大概...比如說要買基本的鑽科要用的東西 有什麼東西呢? Oh! 其實基本上就是我們要有石頭 要有鑽科刀 瓶口刀 剛才提到的瓶口刀 是 還有砂紙 砂紙啊? 對 Same Paper? Yeah! OK! And...我們就可以開始創作了 Oh! 還有... OK! 所以... 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直接在上面畫我要畫的 要刻的字 英文 是要刻... 就是一般寫字 還是... 要相反的啊? Oh! 你問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其實我們印章呢 蓋出來它一定是相反的 對啊 所以如果像你要寫你的英文字 那我們可能就是要先寫正 然後但是在紙上 可能要描圖紙 把它反過來 描圖紙 再把它描在石頭底部 這樣之後刻下來 再蓋出來的章就會是正的 是這樣啊 對啊 所以... 描圖紙是Tracing Paper Yeah 了解 所以你是幾歲開始學的啊 學了多久才可以刻得好呢? 喔... 你這個問題剛才問過了 我們... 我大概是... 五年前開始學的 不過印章這個東西就是 慢慢刻 慢慢摸手 那你就會越來越表現出 自己想要的樣子啦 好啊 那小精靈 如果我現在 我才來台北一兩天 我可以跟著你學鑽課嗎? 當然可以 OK Let's go Yeah 好 好 好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